那个时候的工资是多少钱吗 工资就4000块钱 4000块钱 花了1500买了个粉锤 这也是为什么我去成都的原因吧 去去了一个挚友 对啊 没有真正的好好的谈一谈恋爱 万一你遇到一个 哎这个女朋友 她是开咖啡店 这个应该还是两个一起开一家吧 咖啡人 今天这期节目有点不太一样 是一个这个送别的视频 很郑重的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 就是毕岛要从我们频道离开了 回四川是不是 对 我们频道一共是4年对吧 也是从第二年加入到我们频道 所有的视频啊 拍摄啊 包括很多后期啊 之前都是毕岛来负责 我的手机里边 除了我的照片最多 第二多的就是 都是我的黑照 其实我们呢也没有矛盾呀 或者没有任何的这种不开心的这种事情 只不过毕岛呢 他可能就是想开启一段自己的一个新的事业 你是15年来伤害他对吧 对15年 15年到现在23年呢 刚刚好8年 对啊 七年治痒 八年之痛 所以说八年就离开上海了 为什么叫七年治痒 八年之痛呢 没有我瞎说的 哦 来上海八年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你觉得 我刚来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白的一个咖啡入门爱好者 是 那时候我在福州嘛 七到八岁的时候在福州 那个时候是在那个慢咖啡工作 当时是12年的时候 当时也认识了一位就是说喜欢咖啡的人他会带我认识一些咖啡的基础的一些制作这些 有个气节就是当时认识了一个朋友 那个朋友呢就是他是一个开店的老板 然后他说他想来上海看一下上海的展会 我当时就跟着他一起来了 来了一次上海之后 哇立马就被这个上海的这个城市的魅力吸引了 然后当时就觉得上海这个城市能一下子聚集这么多有魅力的人在一起 我觉得就很神奇 所以说当时就被上海给吸引到了 哇这一晃八年啊 对 其实刚来刚来前两年的时候 一开始还是很迷茫的 一开始就是面试了好几家咖啡店 没有一个经验和阅力 他会认为你好像对这个行业不是很清晰 所以当时还是很迷茫的 这一路都已经走过来了 会更清晰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所以说就是当毕导说他想要回成都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 我当时还觉得蛮欣慰的 说明他自己也就是想开朗成熟了 但是你也失去了 对 伙伴 失去了一个挚友 对啊 其实其实没有什么遗憾 来上海 真的假的没有遗憾 我觉得来上海最大的遗憾 就是可能没有好好的去认识到一位女孩子吧 没有真正的好好的谈一场恋爱 因为上海这个节奏太快了 八年的遗憾就是没有谈恋爱 谈过两段 哎八年谈了两段 还这个就谈了两段 然后但是两段 这两段就一个就不到半年 然后一个就不到两个月 嗯 就这样的 不是那种刻骨铭心的对吧 对的对的 这是已经明示了啊 这不是暗示啊 就说回到成都 有这个成都的这个小姐姐 咬门主动这个发发自信嘛 是不是啊 回到成都 把这个遗憾给弥补一下 我感觉就在上海的话 只要不工作 它就会产生过多的焦虑 焦虑感对吧 都会焦虑 确实是会焦虑 对 所以说在上海就感觉是停不下来 回成都 或许会给我一种新的改变 选择做这个尝试也是想了很久 或许会更好 我们面对着一些变化的时候 心里边其实会有一些 这个琢磨不定 然后不安全的这种感觉 对 你想吧 在上海已经待了八年了 突然要去另外一个新的城市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 你心里边是会有这种很复杂的情绪 以及这种不安全感 就是我是觉得 要为这一个不确定性去承担自己吧 它也不代表就是说 曾经拥有的就失去了 要再想一想啊 想一想 我是这么想的 就是回去我会就是说 我在当地先熟悉一下 嗯 自己再租一个办公室或者工作室之类的 就像我们这种空间 对 类似于租个工作室 然后我自己拍一拍咖啡的日常 然后去拍一拍探店啊 一个月更几期 一个月啊 尽量 不要尽量 一个月尽期 哈哈哈 你看你让他落实到这个一个月做几期的时候 他这个 嗯 再犹豫一下 保证一下嘛 我觉得就是说 一周一期的话还是有可能 有时候还会根据自己的心情去调整 心情好了多更一些 心情不好了就不更 咕 咕咕咕 不会咕的 哈哈哈 如果咕太多的话 那就没必要去做这个选择了 我觉得 很期待毕岛的这个新的视频了 是不是啊 这个大家 大家伙一起监督一下毕岛 让他别咕嘛 好不好 反正你这个新频道已经有了嘛 然后夫妻还可以 比如说在成都 我慢慢去规划一下 然后可能要开一家店 看来毕岛的 对于这个两年到三年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嗯 是已经有一个出行了 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会遇到很多坎坷啊什么的 万一你遇到一个 哎 这个女朋友 她是开咖啡店的 那你们 你这个目标不是一切子就达成了 哎 你们两个一起打理这个店吧 嗯 看能不能契合吧 打个比方啊 万一你真的遇到了一个 哎 成都的小姐姐 她是开咖啡店的 对 这个你们两个好了 嗯 这个 但是呢 你喜欢别的咖啡店 别的类型的咖啡店 那你会不会再开一个 就是她开她的 你开你的 这什么呢 这个 这个应该还是两个一起开一家吧 哈哈哈 这样子就没有意义了 她开她的 我开我的 两个人都忙自己的事业了 两个人还是劲儿要往一处使 一处使 这个过程 这个成都的 有没有这个开店的小姐姐 在一下咱们地道 在一下 但是现在成都其实也是 这个城市发展的 也都蛮好的 成都有点 有点类似于上海 其实 对 跟上海我觉得蛮接近的 这也是为什么 我去成都的原因吧 嗯 嗯 因为我家在四川嘛 自己在成都弄一个房子 可能会更方便一点 嗯 对 就不会说 就是说我在这边几十年了 然后不回去 就不顾家人这样子 对 这个有没有 去这个自己第一年工作的地方 离开之前拍个照啊 留个念啊 是什么的 哈哈哈哈 已经都变了 哈哈哈 我当时在咖啡店不会英语 然后点单都不知道怎么点 然后一些基础的菜单单词不会 天天查那个词典 看到的所有的一切是我们 我都会去就是说去查它那个 然后到后面还是有一些评级 所以说后来这个 哎 去这个 去英服学了学英语 对的 学了这两年英语是吧 嗯 花了四万块钱 哈哈哈 反正工资就几千块钱 哈哈哈 花了四万块钱 你看 毕岛还是一个非常愿意投资自己的人 那你说这四万块钱是不是很值吗 还是很值的 真的是非常值的 学一门语言 就类似于学那门语言的那个文化了 打开自己的世界也能看到很多东西 哇 毕岛这句话真的是精髓 对 学语言不单单是语言 要学习文化 毕岛这个 粉锤 应该这个粉锤 这是什么时候买的 有七年了吧 弹幕猜一下这个粉锤多少钱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猜对这个多少钱 当时买了一千五 他愿意花一千五百块钱买一个粉锤 作为一个咖啡室来说 当时也是很值得投入的一笔 是吧 你想我们自己身边的物件 超过五年的应该都很少吧 当时花了半个月的钱 那个时候的工资是多少钱 工资就四千块钱 四千块钱 花了一千五买了个粉锤 可想而知 我是对咖啡有多么的最爱当时 对所以说这个粉锤你这个你是要留在这边的还是要带回城都去的 这个 留给我们好不好 这个肯定要带回去的 你留到这边嘛 我没事拍拍视频也能用的 你不说我还没想起来 我这个肯定要带回去的 早知道我这个不拿出来了 从咖啡师到店长的这部分也是有成长对吧 对 从店长再出来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工作室 也是有自己的成长 如果之后你回到成都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自己去承担所有的一切东西的时候 我其实那个头脑就又不一样 就是又是另外一个阶段 对就是处理一些事情可能就不会那么的被动了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每一步都算数 这个毕岛突然又来了一句 这个心灵鸡汤 毕岛在我们频道的这个三年啊 真的也是成长了非常多 默默的付出了嘴非常多 嗯 到最后大家还是这个欢送一下吧 对 欢送一下毕岛 希望这个 希望这个毕岛 这个回到成都了之后 会有这个 一个更好的 更好的自己 未来 更好的未来 对 对 还有大家会更好 未来 未来 更好的 大家 未来更好的 毕岛有点激动了 这玩意 录着录着就是感觉有点 语无伦次了 对啊 有点语无伦次了 好来送别一下 送别 就是 好 这个 这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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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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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还是比较符合你的期待的 对不对 比较符合我的现状 女孩子在成都的 可以这个 去私信啥的 对对对 线下见面会约一下 有人在成都的 我们线下约一下可以 一起逛逛咖啡店 男孩子也这样 男孩子不行 男孩子可不行 男孩子可不行 男孩子可以接触 对吧 可以接触嘛 女孩子可不行 男孩子不 enfermed 女孩子不ésus 女孩子不極了 女孩子不食 女孩子不大